大家好,我們現在要進入普通物理學的第三講。 在這一講裡面呢,我們要為各位介紹磁場這個概念。 那在第一節呢,我們來談一下到底哪裡有磁這樣的現象。 所以我們先從歷史上來看看哪裡有磁性的記錄, 然後再回來看看現在的生活裡面哪些地方會看到磁性。 那麼講到歷史記錄呢,讓我們從中國古代開始來看。 中國古代非常非常久以前就已經有磁性的記載。 早在春秋時代有一本書叫《管子》,這是記錄管仲其人其事。 那麼在這裡面呢,就有提到上有磁時,下有同經這樣的一句話。 那麼那個時候的磁時呢,是用慈祥的詞這個字來做為這個磁性的概念。 為什麼呢?因為磁鐵礦這樣的礦,它會吸引鐵。 那這個特性呢,就像是磁母招小孩回來一樣。 所以叫做磁石。 就中國製的磁石的磁,其實是從磁祥的磁變來的。 那麼在古代歷史上呢,只要有叫做磁舟啦,磁山啦這樣的地方呢, 都是因為這些地方盛產磁石,所以才會叫這個地名。 那麼在戰國時代呢,呃,呃,呃,呂布韋等一群人做的呂飾春秋裡面就有記載到一個契具叫做絲南。 那麼這個東西呢,如這個地方圖所秀出來的,它基本上是一個磁石,做成一個像湯匙的形狀。 那麼你讓它站在一個盤子上的時候呢,這個磁石的這個湯匙方向呢,就會往南方直。 這可以說是整個世界上最早的指南針的一個紀錄。 那么到了再晚起一點,在西漢的時候呢,呃,呃,呃,劉安這位先生我們在很早前講店的所以曾經提過他。 那麼他就提到過童性相似異性相西。 這件事情呢,他在店跟持的身上都有記載到。 但是很可惜呢,在我们古代的记载里面,虽然有记载现象,可是都没有去探讨,它是不是真的只有两集,这样的一件事情。 那么再晚一点呢,到了北宋的时代呢,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可以说是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叫做沈瓜。 那么他的《孟希彼坛》里面呢,正式的提到,我们有指南针,而且指南针他还提到说,在不同的位子里面会有所谓的不同的磁片角。 那么这个时候呢,指南针呢,他已经开始用在航海身上了,那再晚一点,再过一个世纪左右呢,指南针这个技术呢,会从阿拉伯一路传到欧洲去,最后广为世界上的人所使用。 那在西方来说,古代有哪些对于雌性的记载呢?最早的大概是在古罗马时代,那么有一位作家Plini,那么他记载的事情是有一个牧羊呢,叫做Magnus, 那么他在把羊带到一个新的草地的时候呢,诶,发现自己身上的铁器,譬如算是鞋子的铁扣啊,或是马鞍上面的铁器呢, 竟然被这个地给吸下去,就掉到地上去,那这个是非常,当时是一个非常神奇的现象, 那后来呢,大家慢慢知道,诶,真的有一些特殊的石头会吸引铁器, 所以,传说中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雌性这个特质在西方叫做Magnetism, 那另外一个说法说为什么叫做Magnetism呢,是因为希腊有个小镇叫做Magnetia, 这个区域在希腊的事实上现在仍然在,那这个小镇呢,它盛产磁石, 所以在西方来说呢,是用地名来命名说这个雌性这个现象叫Magnetism, 但在中国这边呢,是用特性来命名这个雌性,然后这个雌性呢,会影响地名, 所以是很不一样的逻辑思考的方式,那除了这个非常非常早期的古罗马时代的记载呢, 到了中古世纪的时候呢,在法国有一位诗人Proven, 那么他可以说是最早的记载指南针使用,不过他基本上是在一个文字的叙述里面提到, 而完全没有说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理来操作, 那在同一个试迹再稍晚一点呢,也是一位法国的学者Marek, 他做的事情是,他就真的把磁铁拿来研究, 那么他那时候用的磁铁是个球形的磁铁, 然后呢他用很多针放在这个球形磁铁的附近, 所以发现哦,这个磁铁的周围呢,会有一些特殊的, 针会有特殊的形式的排列, 那么他就说,哎,这个就像是磁场的线一样, 那个时候还没有场这个名字, 不过他的概念是,哎,这个周围好像有一些特定的方向, 那会排列在这个磁铁的周围, 而因为这个方向的特殊性呢, 在球形的磁铁里面,会有两极针会从这边汇合起来, 所以呢他把这两极呢,命名就叫做南北极, 而且呢他发现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 不管怎么把这个磁铁切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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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切得再小, 它好像都还是有这个南北极的特性的存在, 那这个是最早有人提出来的这件事情是说, 诶,磁铁切小,南北极这个特性不会消失, 就是磁铁再怎么切都是一个小磁铁, 那么,呃,关于这些记载呢, 甚至于连非常有名的哥伦布, 那他是来自意大利的探险家, 所以他在横渡探西大西洋的时候呢, 他也曾经记载过, 因为那个时候已经知道可以把指南针用在航海上面定位, 那他也记载说,哦,在不同的位置, 这个磁针似乎有不同的偏转, 就是磁偏角一个概念。 那么在接下来呢,就是我们之前在讲电的时候呢, 曾经提过的一位英国医生跟科学家Gilbert, 那这位英国女皇的御医呢, 他在1600年的时候出版了一本书叫《论磁石》, 这本书可以说是第一本真的在描述电的现象跟磁的现象的一个科学著作, 那么在这本书里面呢, Gilbert就推测地球可能是一个很大的这个磁石, 那跟刚刚那个American想法是非常接近的, 而且呢,这个因为Gilbert他的在磁这个现象上面的卓越的贡献的时候, 他最后这个名字呢,被留在磁石里面作为磁动式的单位, 所以这一些大概是在17世纪之前, 那么在中国跟西方关于磁性的一些记载, 那么接下来到了18世纪之后呢, 就是电跟磁的现象呢, 有非常多被理解,被发展出来, 那我们下一节呢, 再来跟各位谈18世纪之后, 对于电跟磁的研究有哪些重大的进展。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先来想第二个问题是, 所以生活中哪个地方会看到磁呢? 所以在这边我们先暂停一下, 邀请各位自己想想看, 能举得出来现代生活中应用到磁性的三个例子吗?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生活中到底哪里有磁性呢? 基本上现在生活实在是非常大量的用到磁性材料,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的例子, 但是呢, 因为它已经融入你的生活之中, 所以你可能根本没有感觉到。 我们这边呢, 举一些例子来跟各位分享, 包括像每天可能会听到电门铃的声音, 这个门铃里面呢就有一个电磁铁, 像在听收音机, 或是你用手机的时候, 它的扬声器, 它的喇叭, 这里面也有磁铁, 那么包括像电路里面的电感啊, 或是你要把你的手机充电的变压器啊, 里面都要用到磁性的材料, 然后呢, 还有凡是通电会转的东西, 比如说像是洗衣机啊, 像是冰箱的压缩机啊, 或是你的空调系统啊, 这里面有电动机的这个部分呢, 都有磁性的材料在里面。 那前面这三种呢, 它基本上的概念都来自于电流产生磁场的应用, 那么这个原理呢, 我们在下一节里面会提到, 那么还有哪些地方用到磁性呢, 包括像我们常常会有一些所谓的车票啊, 或是你的信用卡后面有个磁条啊, 或是在书店里面啊, 房道的时候他会在书里面夹一个磁条, 这些磁条呢, 就是用来记录这个车票或信用卡里面的资讯, 那当然还有很多磁可以用来记录的地方, 譬如说像是可能很多人还有用过录音机, 或是录影机里面是用磁带在录影的, 然后他需要一个磁头来读, 那么就算你没有用过这些早期的储存装置呢, 现在的硬碟里面, 它仍然是用磁性在记录的, 所以后面这几项呢, 有点像是用磁来记录, 而怎么用磁来记录呢, 它常常需要的事情是用磁场造成电流的改变来读取里面的记录, 这个部分呢, 我们在第三节跟各位说明, 至于叫写入, 这个机翼的话呢, 它就需要靠电流产生磁性来改变材料里面的磁的特性, 用来记录这个原本的信息, 那么这件事情呢, 我们在这里普通物理学里面可能不会特别提到, 关于材料的磁性这件事情呢, 可能需要各位再往其他的电磁学的课里面去修才会讲到, 那最后三个呢, 还有一些别的应用, 想跟各位简单举个例子的是, 包括像有些旧的电视机里面, 你如果看过旧的电视机是那种非常大一台, 后面有个很大的箱子的, 它为什么需要这么大一台呢, 它里面事实上是电子树在里面扫描, 那怎么改变电子树的方向呢, 靠的其实就是一个磁场在里面, 来改变电子树的方向, 而这个磁场改变电子树的这个方向这件事情, 我们在第二节会稍微跟各位提到, 这个跟磁影响电流受到的力, 这个有直接的关系, 那另外还有生活中可能会听过有些人去做MRI, 做核磁共生影像, 那核磁共生影像顾名是它有一个磁在里面嘛, 对不对? 可是这个里面的磁性到底是从哪里来的, 这个我们会在后面的讲原子结构的地方呢, 才会跟各位稍微提到这件事情, 然后最后呢就是目前有一些非常高速的列车是用所谓的磁浮原理在做这件事情, 那么磁浮列车它的基本概念来自于所谓的超导的磁效应, 我们待会做一个示范实验, 让各位看一下什么叫做超导的磁效应, 不过关于超导为什么产生磁效应这个事情呢, 就要留给各位去探索, 或是修其他更进阶的课程, 才能够理解。 好,那我们这边只举几个简单的例子让各位稍微看一下生活中到底有什么地方藏着磁这样的东西。 所以刚刚提过电磷这个里面呢就藏着一个电流产生磁场的部分, 所以呢在这个图里面呢你会看到最上面有一个圆圆的磷, 然后呢中间有一个线圈状的东西, 那么这个线圈状的电线呢如果你通电的时候呢就会产生磁场。 为什么现在还不知道,我们下一节会讲,但是现在呢你先相信说这个线圈通电它会产生磁场, 它就变成一个磁铁,当它变成一个磁铁的时候呢它就会吸引它右边的这根铁棒, 这个铁棒被吸过来,当就会撞到那个磷。 所以当它撞到磷的时候呢这个电路设计的非常聪明, 当这个棒子被磁铁吸过来的时候呢整个电路会变成断路, 当电路变成断路的时候磁形就消失, 所以当它撞了零一下之后呢,因为没有磁形它就弹回去, 但一弹回去,又通路了,又通路了,又被吸过来, 一吸过来就断路了,然后就弹回去,所以就来来回回这样震来震去, 于是你就会听到电铃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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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的声音, 这是来自于电流跟磁场的产生,还有一个非常聪明的电路设计造成的结果。 另外一个在生活中常常看到的磁的应用呢就是喇叭, 在喇叭里面呢通常都有一个永久磁铁, 然后另外会有一个线圈呢,经过电流之后产生磁场呢而造成前面的膜的震动。 所以为了让各位知道喇叭里面有一个永久磁铁呢, 我们来这边看一个,这应该是平常各位会用在电脑上面的喇叭。 那么我们拿一个铁的回纹针,放在上面你就会发生, 诶,这个就直接被吸住,所以看得出来里面事实上有一个磁铁在。 那么你也可以拿稍微大一点的铁器,像这个长尾夹,放在上面。 哦,这个其实也吸得住,不要这个磁性还不错。 不过如果你拿再大一点的长尾夹,放上去的话呢,它就吸不住了。 不过事实上里面的磁性是蛮强的,所以我们把它切开来看, 如果你把一个喇叭打开来看,里面就长得像这样。 事实上里面是一个环状的磁铁。那么这个磁铁的磁性事实上要相当强, 才能造成这个磁很好的振动。所以为了证明它磁性相当强的, 我们拿刚刚这个比较大的长尾夹,放上去,诶,你看,其实就吸得很好。 表示这个磁铁的磁性其实是相当强的。所以这里面基本上是靠一个永久磁铁在产生这样的磁场, 然后靠外面的电流来改变,呃,里面的磁场的大小, 可以搞出一个磁会震动来产生你听到的声音。那这个部分呢,我们也会有一个示范时间让各位看到超导体的磁浮效应。 磁场在生活中还有什么应用呢? 这边我们用磁铁排成一个直线的磁铁轨道。那这是一个高温超导体,它是一倍同氧化物。 那我们等一下就会利用这个高温超导体跟这个磁铁轨道做出一个磁浮列车的简单模型。 好,那我们现在把这个高温超导体材料放到液态氮当中冷却。 好,那现在我们的高温超导体材料已经跟液态氮有一样的温度了,是在零下77度C。 我们现在将已经冷却到跟液态氮一样温度的高温超导体放到磁铁轨道上。 你可以看到它现在悬浮在磁铁轨道上面。 那我们如果轻轻推动它,可以看到它是可以在上面自由移动的。 在这一节的最后呢,我们跟各位聊一下一个生活中有一个不一定每个人都看过的词的现象叫做极光。 那极光这个事情呢,在中国也非常久之前就有记载。 所以极光这个现象它的来源基本上是太阳的带电粒子冲到地球附近的时候呢,受到地球磁场的影响,使得这些带电的粒子呢,往南北极集中。 那么当这些粒子往南北极集中的时候呢,进入到高层的大气的时候呢,这些粒子跟高层大气的分子相撞的结果才会放出光来。 所以基本上极光就是整个地球的磁场造成一个现象。那也就是因为它是在集中在南极跟北极,所以不一定每个人都会看过这个现象。 你可能需要到比较高纬度的地方才会看到这个现象。 不过现在科技非常的发达,所以各位如果想要知道极光长什么样子,你可以上网看就可以看到非常多美丽的照片。 那么在这边放一个连结是太空人,从太空看到极光会长什么样子。这里我希望各位特别注意的是,你在看这个影片的时候要注意到那个极光的分布是非常有趣的是一个圈形的结构。 就中间是空的,然后有一圈很亮,然后外面又是空的。所以极光并不是在覆盖整个北极,或是覆盖整个南极。 它是在北极跟南极的外围这一圈会看到最清楚的极光。 那么这个跟整个地球磁场的分布,还有这些带电粒子的运动有非常大的关系。 所以这个是一个简单的示意图,在告诉各位极光的产生呢,是因为太阳来的带电粒子跟地球磁场的交互作用所造成的。 不过详细的原因呢,我们在这里就不再赘述,可以邀请各位去参考像刚刚那个网页里面的说明。 那有机会的话呢,邀请大家或许可以走出户外,离开电脑这个环境,然后到远一点的地方去看看极光这个现象。 听说在中国的北方黑龙江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墨河的村子。 传说中在夏至的那几天是可以看到极光的,或许各位有机会的话也可以去那里看看。 。